继上集说到 很危险的这个时刻 其实我们就是不会去 像以往这样放异的 就是庆祝 当然其实这些像佛经里面讲的 就是要让 要报答这个母亲的恩 当然透过这些 这些举动这些想法 就是像佛经讲 她是没有办法完全报恩 怀孕把我们生出来的这个恩情 是没有办法取代的 所以我们只能够 用一生的那种孝敬 就是奉事来就是报答 然后到这里呢 即便佛经讲说 这还是没有办法报答的 因为他描述到怎么样呢 父母的恩情 就是作为子女的 就是拿着便单两边 就是把父母亲放在便单里面 然后这样子走 就是走的过程当中 就是走很长远的路 然后就是我们的皮肤 被那个便单磨到 皮膚血流乃至一道骨 受这种痛 这种辛劳 其实还是没有办法报到 这个父母恩 所以这个要怎么报答呢 让这个父母亲 就是 她也学佛 她也从佛法的修学当中 自身的烦恼 能够解脱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能够 就是报答母亲的恩这样子 所以我们作为子女的 对父母亲 就是在佛法的修学上面 其实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份责任 让她从佛学当中 找到人生真正究竟的快乐 然后可以从忧苦当中 彻彻底底的就是操拔出来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 就是报答到父母恩 当然这个也是佛经所讲的 从佛法的学习当中 我们就怎么去引导 母亲也走向佛法 也归一三宝 也能够从佛法学习当中 真正受益这样子 我想这个是我们在进校 该进的校当中 千万不能忘了这一项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要怎么过这一天 可能这一天 假设了 假设 替母亲收个八观再结吧 也带她一起去这样子 所以做母亲的 也觉得说 孩子会为我生日 做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安排 然后去说八观再结 那么的清静这样 然后也跟邀请我一起去 这种业力 那时候很不一般 所以主要就是说 不是怎么样的大事庆祝法 这个庆祝当中很有意义 然后又能够让母亲 就是看到佛法圣三宝的功德 她也能够奉行上去 而又看到自己 就是子女陪伴在旁边的那种 就是喜悦 就是母亲有时她不要太多 她真的就是孩子很乖巧的 陪在旁边 表现出那种就是很安分很乖巧 然后大家一起做一些事情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可能这样子的呈现的方式 会不会就是很好的一个 就是度过母难日的一个方式 然后自己能够这样做 我们也会比较没有遗憾 我是这样子庆祝母难日的 当然这个是一种假设 可以尝试一下看 当然还可以有更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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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